1992年 一辆红色法拉利在北京亚运葱会展中心被展卖 但与其说是展卖 不如说是展览更为合适 因为法拉利厂商认为 以当时国内的经济条件 根本没有人能买得起这种好车 谁知就在他们准备打道回府时 有个中年男子突然出现 在询问价格后 男子潇洒地支付了13.888万美元 全款拿下了这辆法拉利 这让法拉利厂商很兴奋 没想到中国竟然也有市场 于是为了借这件事扩大影响 法拉利厂商特意安排在天安门前 举行了隆重的交车仪式 法国的费加罗报拍下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天安门前一位身穿笔挺西装 手拿大哥大的男子 意气风发地站在红色法拉利前 后来这张照片还被法拉利用在巴黎机场 做了巨幅海报 海报中的男子也一举成名 他就是国内第一辆法拉利拥有者 彼时的京城首富李小华 李小华的人生可以说得上是传奇 出生在并不富裕的家庭 长大后一路闯荡 打拼出了后半生的财富 而在他的传奇人生里 让他积累惊人财富的 其实是一个更神奇的品牌 张光101 张光101有多神奇呢 首先他的创始人赵张光 就是一个传奇人物 据公开资料显示 赵张光出生于温州农村 家里并不是什么医药士家 只有父亲略知晓一点医术 在当地一边做工 一边给人看些头疼脑热的小毛病 赵张光从小跟着父亲 久而久之也积累了一些医药知识 中学辍学后 他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村里的一名赤脚医生 专看皮肤病 后来在赵张光的讲述里 他在1968年遇到一名上门求医的姑娘 求他为自己医治脱发问题 他因此开始研究如何治疗脱发 最终在试验了101个处方后 他找到了生发和防止掉发的方子 而且为了纪念这101次实验 他把这个药方命名为101生发丁 101生发丁发明后 来找赵张光看病的人越来越多 赤脚医生能治秃的消息也越传越远 据说有一位浙江工人日报的记者 在找赵张光治疗脱发成功后 还特意在报纸上刊发报道 为其宣传 让101生发丁名声大噪 不过因为没有合法医生牌照 打着独家中医秘方招牌的赵张光 推广产品时一直四处碰壁 直到1985年 酷勋营销出路的赵张光来到了郑州 看到大街上少女甩着长发的护发广告 他豁然开朗 把生发和护发概念揉在一起 既能绕过药品的高规格审核 又能批量生产 1987年 郑州市101毛发再生经厂正式成立 101生发丁也更名为 张光101开始了更为传奇的进击之路 在温州商报的报道中 赵张光提到 张光101大火后引起了北京民政局的关注 民政局抛出橄榄枝 以100万元人民币和全家北京户口为条件 购买赵张光的配方 但被他拒绝了 于是北京民政局又邀请他到北京建厂 最后赔了郑州70万元违约金 北京毛发再生经厂 才成功落户北京 之后在国家科委的大力推荐下 赵张光携带发明的101 六次参加世界博览会 连获15项国际金奖 产品也多次作为国礼 馈赠外国首脑 这里我们先说 作为国礼被赠送给外国首脑这件事 在天津市委员会官方网站上 一篇文章中记载 1988年 日本首相竹夏登访华 时任全国工商联副主席王光英 在得知他有脱发烦恼后 便送了他几瓶张光101 这段故事在日本自由国民社的 历史文档出版数据库中 也能查询到相似的历史记录 但这也是唯一能查询到的 被送给外国领导人的相关记录 再说日本首相竹夏登 带回张光101后 这瓶神秘的汉方药水 引起了日本人民的兴趣 引发了一波抢购热潮 而这股热潮也成功造就出 两位中国首富 一位是我们开头提到的 北京首富李小华 1985年 正在日本留学的李小华 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新闻 中国生产的张光101 毛发赛生金 在日本价格一路上扬 他敏锐地感觉到 这是一个机会 于是他立即回国拜访赵张光 争取到了赵张光101 在日本的经销代理权 转手便将23元一瓶的洗发水 在日本卖到了10倍以上的价格 在2002年北京卫视的采访中 李小华曾向主持人形容过 即使价格翻倍 日本人依然昼夜排队抢购张光101 导致收款机都被烧坏了 另外还有一位借张光101发家的首富 他就是曾经的上海首富周正义 他同样是在日本留学时看到了101的商机 但与李小华正规渠道代货不同 周正义是将张光101走私到日本贩卖 成功积累了人生的第一桶金 据不完全统计 1987年至1991年的四年间 每年有十几万瓶张光101流入日本 这让很多人赚得盆满钵满 有这段历史的亲历者回顾 当时只要去北京就会帮亲朋好友带货 在北京购买一瓶张光101 大约需要390日元 回国后能收到对应1万日元的旅券 或名贵威士忌 总之是非常划算的买卖 顺便提一句 赵张光自己也在1994年成为温州首富 所以你看 从赤脚医生到温州首富 还顺手带出了另外两位首富 妥妥的大男主逆袭剧本 赢麻了 只是红利永远都是短暂的 在李小华买了法拉利不久后 张光101在日本由辉煌走向了终结 原因之一是日本经济泡沫破灭 大家没钱再去买如此昂贵的产品 但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大家发现 这神秘的汉方药水并不太好使 使用久了 头发不仅没有变得蓬松 反而头皮还出现了皮疹 头发越来越稀疏 这不意外 毕竟张光101直到1990年 才拿到国家特殊用途化妆品资格 严格来说 它只是日化品而不是药 而且就算是拿到了特殊用途化妆品资质 其实也不代表它就是有效的 只代表产品安全 至于功能和效果 药监局备案信息里都会指出 并未对产品宣称的功效进行审核 也不代表认可这个功效 另外我们查询了一下 张光101在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上的备案 发现产品备案基本都处于过期状态 这还不算 辉煌过后 张光101在国内也屡屡被爆出产品质量问题 2010年张光101相继被新加坡卫生科学局 香港卫生署 国家药监局检测出产品里还有西药成分米诺蒂尔 2018年福建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抽检张光101 检测出防脱洗发金均落总数严重超标 2020年同样还是福建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抽检发现张光101品牌下两款预发剂产品 还有黄体酮激素 在张光101的天猫官方旗舰店里也有不少评论反馈用完根本没效果 脱发反而更严重了 网上一搜也有不少类似的吐槽 但问题是这些新闻和反馈似乎并没有影响到张光101的销售 其店铺里大部分产品月平均销量都在3000以上 最多的一款产品销量甚至有2万多 而不只是线上 在线下你也能看到不少张光101的门店 据张光101官方网站数据显示 目前张光101全国门店覆盖量超过300个城市 门店数超过1500家 为什么有这么多问题还有这么多人买 在品牌哥看来 其实是因为脱发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了 在之前直发的那期视频里我们说过 中国的脱发人群越来越多 脱发年龄也有年轻化趋势 但放眼全世界对抗脱发的手段都是有限的 所以大家只能寄希望于最简单的防脱产品 这也能解释为什么这几年电商平台上防脱护发类产品的数据一直在攀升 说白了就是脱发人群量足够大 韭菜可以不断割 还有很多人是短期内确实看到了效果 便在心里种下了好用的因 即便长期解不了脱发的果 此外作为一个卖了40年销量还如此坚挺的品牌 你能说它全无优点吗 当然不能 因为至少人家会讲故事 比如产品起源 是为了拯救抑郁到要亲生的脱发姑娘 赵张光翻遍古一典籍 神农长白草一样试验了101种药方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找到中药秘方 治愈了万千脱发群众 又比如在赵张光的讲述里 为了得到这张神秘的中国药方 日本人不惜派出商业间谍 使出美人计对其进行引诱 最后还是国家安全部及时介入 才使这张宝贵的方子免于落入他国之手 对此我们采访了互联网著名五星评论家 麦克阿瑟先生 他只说了两个字 牛叉 另外在讲故事之余 赵张光也深知产品才是硬道理 于是张光101开始频繁跑到国外 但不是为了研究新技术 而是为了拿奖 打开张光101的官网 各种国际奖项金光闪闪 谁看谁迷糊 这些奖品牌哥也去查了下 像是这个 布鲁塞尔尤里卡世界发明博览会金奖 国内得过这个奖的企业和个人非常多 比较著名的有 江南皮革厂和布肠制药 而且和张光101一样 拿的都是金奖 江南皮革厂的结局 大家都知道 布肠制药这个公司也差不多 涉嫌行贿 非法录取 还有药品质量丑闻 而这个奖呢 据博览会常务董事所说 只要付费就能参加得奖 还有这个 日内瓦国际法发明金奖 据台湾媒体报道 也是属于参与门槛低 奖项设置多的商业展览 最后 你说张光101到底有没有用呢 品牌哥只能说 作用其实不大 中药洗发水的原理几乎都是 去油 治理头部皮肤 刺激头皮血液循环和加大营养功绩 类似于中药外敷 用刺激皮肤血液循环的方式 治理头皮问题 研究表明 除了少数中药 像侧板液 磷脂等 被证实具有一定程度的防脱发功效外 其他大多草药成分都没有研究表明 有治疗脱发的效果 比如 风一直很大的生姜 已经被证实 不仅没有生发效果 生姜中含有的6杠生姜分 还会导致脱发 而且脱发的原理很复杂 多数只要改善作息和加强运动 都能得到缓解 真正严重的是 遗传性脱发 也称雄性激素脱发 或者抑制性脱发 这种就只能通过服用药物 或者直发来治疗 单纯的洗发水护发精 不仅不能解决问题 甚至可能会加重脱发 所以还是那句话 如果你有脱发困扰 记得对症下药 早就医早治疗 才能早开心